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第一期的白手起家挑战 那谋定人生四白手起家流浪汉挑战的规则呢 是小人不能搬走 不能结婚 或者有一段稳定的感情 但是可以生小孩 在到达一定的标准前呢是不能找工作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佣你 允许收集 钓鱼 园艳 挖宝 翻垃圾桶 要求贷款 写书 绘画 弹奏乐器等 并可以用来赚钱 动用你的想象力 只有正规的职业是被禁止的 在申请到建筑许可之前呢 你不能够建造房屋或者购买任何无法随身组成的物品 那我们的目标呢是拥有一套基本的房子 那有银行存款5000块钱 如果你完成了挑战后还想继续玩的话 则没有规则继续来限制你了 如果你可以成为名人的话 名人等级数越高越有优势赢得挑战 那关于我们的背景故事大概呢 是我们的女主教于安娜 然后她是从小父母双亡 被寄留在孤儿院 被迫住在孤儿院的日子呢 安娜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孤儿院的一个长期的环境 于是呢她就决定逃跑 在她18岁那年呢 就攒够了一些打工的钱 又顺手偷了孤儿院摸摸的几件衣服 和一点食物后 带上她母亲身前留给她的首饰遗物 几经周转 她跟着一批游客 偷渡到了苏拉尼岛 她期望尽可依靠自己的才能养活自己 但是呢现实残酷 年幼的她没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 屡屡碰壁只能白手起家 她身上仅存的钱呢 来到岛上的第一个星期就花完了 只能露宿街头 但是我们的女主安娜 还是要坚强的生存下去 她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呢 就是在这座岛上生存下来 拥有一套基本的房子 拥有5000块的一个存款 那我们现在就把Senselium设成0元状态 那就算是白手起家挑战啊 为了一个神迷体验 我还是把我们的女主设计的美炉桃花 根据故事背景呢 她的衣物和首饰都是从孤儿院和她妈妈衣物里面拿来的 那余安娜的报复呢 是第一个非凡画家 就是她把她的生命献给艺术与绘画 我的初衷呢 是让她以绘画为生 具体的一个现实情况呢 我们目前还是不得而知 余安娜喜欢的事物还是蛮多的 因为毕竟技多不压身嘛 这样子操纵她起来就比较的方便 增加了很多可能性 我们这里就有钓鱼啊 唱歌 绘画 电子游戏 媒体制作 钢琴 烹饪 调酒 研究与辩论 演绎 十字秀 吉他 写作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娱乐活动 我们的余安娜呢 还是一位沉思者 沉思者受到灵感启发时 能更有效地提升其技能 那对我们的白手起家挑战还是有利的 安娜的第一个性格特征呢 是狠心 那狠心呢 这些模拟市民是不会感到抱歉 悔恨 通情 喜爱 或者敬佩的这些情绪增益 并将无法完成需要这些情感的目标 但是在白手起家挑战里面呢 我觉得狠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性格特征 当你去餐馆去拿别人的食物 去偷别人的饮料的时候 脸皮就一定要厚啊 都已经吃不饱 穿不暖了 还管脸面干嘛 那最后一样性格特征呢 是自我为中心 这些模拟市民只会想到他们自己 他们可以探听赞美 受到礼物会更加的兴奋 而且可能会在没有吸引足够注意力的时候 感到紧张 都没人焦点是他们的憧憬和享乐 毕竟其他所有人应该都像他们 挨自己一样挨着他们 以上就是我们初始阶段 余安娜的一些性格特征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进入到 我们的白手起家挑战吧 OK呢 现在我们待的地段呢 是我们的住房地段 我们现在随身清单里面 有芋头和嫩薰烤猪 我们的芋头还不能生吃 虽然现在我们的卫生啊 精神包括一些肚子都填饱了 但是我们不能就只看今天啊 就不过日子了吗 这是我们地段附近的一个篝火表演吧 这旁边好像有一碗吃的 我们去喷喷运气 还有这里有魔法师 还有机器人 我们要不要打一声招呼呢 我们多交一点朋友嘛 人际关系是自己就是build up出来的 我们再来探索一下 我们周围的一个环境啊 看一下有什么环境 是可以直接利用起来的 哦 这里是一间小酒吧 我们去看一下吧 我们去喷喷运气 不是让那里人 会不会买点吃的喝的 然后顺便我们顺手牵羊走一波 我们先进入这个 哎 现在没有人嘛 哦 现在人陆陆续续就过来了 我在想我们可以直接去吧台 就假装是练习制作饮品 然后给别人做的同时 就自己直接喝掉 哦 不行啊 算了 算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要耐心等待 伺机而动 这里有几位某点小人 都是我认识的 我们看一下还有谁 哎 这是好像是世界名人呢 我们要跟他打个招呼 然后让他要个签名 或者是弄一个合拍照吧 不知道这个照片能不能卖 哎呀 你看这奉承的那种 假样 哇 我们有照片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卖等会儿 我们先去上个厕所 反正感觉那家酒吧里面 也没有什么人是点吃的 也没有什么人点我喜欢喝的 那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思路 那第一个思路呢 就是我们去绿洲泉沙漠地带 去看一下有没有草莓啊 洋葱啊 树微草可以采 因为采了之后就可以吃嘛 就放在学生清单里面 如果饿了 然后就直接拿起来吃一点 这样子就 就解决了一个冲击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呢 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地段啊 就像大学城啊 或者是图书馆 就是可以坐下来 我们可以就是 有画板啊 或者是有电脑的地方 我们可以练习 写作或者画画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版我们的书啊 这样子就可以赚钱了 那一般性图书馆呢 还有大学都是有公共厕所的 然后吃饭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继续去各大的一个世界地图里面 去挖掘 去采摘一些可以吃的水果或者蔬菜吧 OK那我们现在就去绿洲泉 always spraying the dead at bloom 沙漠之花地带 沙漠之花地带呢 是绿洲泉的一个中心公园地带 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几个墓地 第一个墓地要采摘一些水果和蔬菜 第二个就是有 他们这里有公共厕所 然后第三个墓地呢 这里有烧烤的一个区域 有人们可能会去烧烤 我们在那里就可以 随手牵羊的去拿一点食物吃 那里还有一个小酒吧 可以看书 然后还可以调酒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周围有没有可以采摘的一些水果 然后包括挖掘一下 比较有趣的东西 我们找到一个挖掘点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这是第二个挖掘点 这里钓鱼的地方 对对对 这里钓鱼的地方还蛮多的 打开它 我刚发现在这个小酒吧里面呢 有一张床 所以我想让我们的安娜去睡一会儿 因为他现在经历严重不足嘛 为什么不能睡 难道是因为公共场所吗 那我们在沙发上打盹一会儿吧 我不知道打盹能不能就是恢复体力啊 诶 这里有一位市民 朝我们这里走过来 他难道要去酒吧吗 我们让我们的安娜去钓鱼吧 醒来之后 看一下能够钓到什么样的鱼 我们的安娜去钓鱼 我们还是让余安娜去塑拉尼岛的一会儿人家里面建一张床去好好地睡一觉吧 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一会儿人家里面是两个人类和一个人鱼 他们还是蛮友善的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人家里面有没有电脑或者画架 我们可以起来之后顺便 顺便就是申请一下大学啊 还是写个座啊 还是画个画这样子 哦 这里有一公共厕所还挺好的 这一栋海景房还是蛮美的 这里有个烧烤架 电视机 还有聚餐的地方 这里是温泉 这里有两个洗浴室 我们让安娜去温泉里面打盹一会儿吧 我觉得这个风景还蛮美的 有益于身心健康啊 哦 它这里有两张床还挺好的 好恶心 来自于公共厕所 但其实这里应该不脏吧 这虽然说是公共厕所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公共啦 是放在家里面的 我们安娜还在洗澡 就直接先去睡觉吧 先睡再说一觉起来 再看一下我们应该去干什么 我希望睡在这里 这户人家的主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 不会跟我们走 应该不会 嗯 对 哇 好亮啊 好漂亮 那这一栋房子是我 一个月前建立的 这么一栋房子 苏拉尼岛的整个世界地图 还是蛮美的 我们的余安娜起床了 这里正好有一台手提电脑 我们来申请一下奖学金吧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攒钱嘛 OK 我们申请了苏拉尼岛居民的 这么一个奖学金 那我们现在就去我们的大学城去看一下 就是去碰碰运气啦 去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学生啊 然后学生留下的一些吃的和喝的 然后顺便去图书馆逛一下 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去了才知道 胡椒酒吧 我们去看看 我希望这里有很多学生啊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手拿一点吃的和喝的 啊 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情况耶 只有一个人 这里还有个老头 可还大学教授还是什么样的 我们打一个招呼 然后这里还真的那么的凄凉 只有两个人在写作业 这个叫什么酒吧 我们走了 我们去钞票小窝 为什么一个大学的活动中心 要取名为钞票小窝啊 这跟钞票有什么关系 可能是现在是太早了的原因吧 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其实可以阅读一点东西 还可以练习演讲 其实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找吃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身无分文的 我们就坐在旁边吧 就等 我们等待 如果有学生过来 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点什么东西 那这里是可以取水的吧 取水是免费的 我们在这儿稍微再等一段时间吧 看一下学生会不会陆陆续续的过来 哎呀我们现在真惨 只能喝水冲击 洗个手刷个牙 取个水 冲个厕所 消耗一点时间 等我们的猎物 哎来了一位小哥 他竟然是来 他竟然是来写作业的 快点东西吃呀 我们的安娜又饿惨了 哦他应该是在玩游戏 又来了一个小哥 他是来城南聊天的吗 哎你们不饿吗 又来了一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家伙 我们来看一下他 哦他想跟我们聊天的 哦 my god he is quite mean 刻薄 什么呀这都是 我们去钓鱼吧 OK我们达到了两级的钓鱼技能 钻鱼 然后还钓到了一条支里 OK至少是有收获的 哎这些鱼是只能制成标本 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OK那我们现在去cottage pub 毕竟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密室嘛 那钓到的鱼呢 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烧烤吃 然后作为肥料 啊现在我们的酒吧里面人还蛮多的 那就是说明呢 我们很有机会 可以可以顺手牵扬到一些吃的和喝的 我们先直接从冰箱里面找一下有什么可以吃的 我们安娜现在要找一块地方坐下来吃饭 然后顺便有什么饮料可以让我们拿直接饮用的 OK完美 我们终于可以吃上饭了 不容易啊 几经周转 没有钱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 我们的芋头应该是可以吃的吧 虽然说是不能生吃 我们都会试一下 有空去试一下 哎呦 大家现在都特别的尽兴在聊天 正好给我们的安娜提供了可乘之鸡 桌上现在有好多杯鸡尾酒 我们先让安娜融入到整个大集体里面 加入我们的话题 这样子就显得不会特别的突兀 我们现在在察言观色 在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绕到后面来 然后假装很镇定的 直接拿起 用这一杯鸡尾酒 好像大家都看着我的感觉 没事啊 只要我不尴尬 只要安娜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们 哎呦 现在要开始散场了吗 哎 剩下一杯我们也喝掉吧 不要浪费了 都是免费的 我们就尽情地喝 我们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再去大学的一个活动中心 兼图书馆 我们找一台电脑坐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能不能开始练习写作 并且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我们申请大学奖学金的 这么一个结果 希望是申请成功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再申请 另外一项奖学金 事后与技能写作 创造型书籍类型 儿童文学 晚安夜灯 书名不重要 但是我们一定要先练习 开始写作 因为写作可以从0元开始 我才刚刚发现在诺大的图书馆里面 只有我们余安娜一个人 就一般性图书馆里面 还是有很多学生熬夜的 我们达到了两级的写作技能 还蛮快的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余安娜是聪明的 我们达到了三级的写作技能 赞 猛虎不打盾 这名字起的 怪怪的 不过没有关系 了不起的成就写完了一整本书 我们等会儿呢 要回到我们的 我们的作坊地段 用邮箱去出版我们的这一本书 我们并没有拿到苏拉尼岛的奖学金 我们只有寄托于下一次再申请一下 没有关系啦 钱嘛慢慢地赚 日子还是要照过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杂乱平房 自费出版吧 有 安娜最近写的书获得了一个奖项提名 看看她有没有得奖 还蛮厉害的 安娜已经自费出版了一本书 我是想先让我们的写作技能达到实际吧 然后看一下如果有画架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练习画画 我们现在呢又回到了这户人家里面 自我中心课程的安娜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模拟市民 聊八卦 查看所有的关注者 给签名 引发欢呼 与照一张自拍照等互动 都可以让她更加的快乐 我们来迅速吃一餐方便面吧 好久没有吃泡面 还真的蛮想念的那种味道 这是不允许的请助手 善莉莉亚 不允许我们在她家做饭 都已经做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就继续吃呗 大不了吃完被赶走 我们看一下善莉莉亚会不会过来 我们都吃完了 你怎么还不过来这家主人 我们要不再来拿一点喝的吧 我们再迅速做一餐 我们再点点喝的 我们点了燕麦粥和苹果泥 我们的善莉莉亚心里 非常的郁闷 就觉得 诶 你安娜 我们还没有熟到这种程度吧 你在我们家 又上网 又蹭网 然后又蹭床 现在开始蹭冰箱了 我们的安娜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模拟视频 然后再加上非常的狠心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情绪 所以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设置安娜的一个情绪特征的一个原因 啊 她说她受够了一缸 好了 我完了 我们要被赶出去了 好吧 没有关系 我们出来了 我们是被硬生生的给赶出来了 我们现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 冥想一下 调整一下心情 然后我们再去洗把澡 我们要不去其他的家庭里面碰碰运气吧 我觉得外面应该是可以坐一会儿的吧 嗯 我们去这户人家吧 艾奥家 艾奥家家庭比较的大吧 然后人口比较多 床业比较多 然后我记得他们那里是有画板的 如果这户人家不收留我们的话 真的是 真的是苦逼了 OK 我们先找一个地方 直接先睡一会 OK 这是他们家的顶楼 然后这里有两台电脑 还有四张小床 这是给孩子们的床应该 OK 这家女主人好像就站在我睡的床边 这应该是她睡的地方 好吧 我们起床 我们去上个厕所吧 这是不对的请住手 天哪 连洗澡都不行 还是个男的 这男的叫Jack吧 真讨厌 洗到一半来进来跟我说这是不对的请住手 哎 既然里下的日子真不舒服 我们要跟Jack和我们这家的女主人搞好关系 哦 这家女主人叫蒙英 我们洗完澡之后就继续写我们的创造性小说 我们先来查看一下我们申请大学的奖学金状况 然后继续写蒙火不打盾 为什么有感觉武松打火的感觉这本书 然后我们的奖学金尚未处理 好吧 我们静下心来继续写作 我们的Jack竟然坐在我们旁边来跟我们打招呼一个 他刚才进到浴室看着我们洗澡跟我们说请停止 这是不对的 现在来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这感觉怪怪的 但是我们的安娜呢 因为毕竟是寄人篱下嘛 我们就要态度好一点 我们达到了四级的写作技能 哎呦 Jack还挺自觉的 他走了 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我们现在安娜呢 就是不会管这么多零零碎碎的小事 因为我们现在身边只有13块钱 太惨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至少是给安娜赚个5000块钱吧 打底的1000块钱也得赚得到吧 我们的写作等级又提升了 哎 这里正好有一份三明治 快拿着 有吃就先得吃 因为我们现在啊 这种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OK 我们的安娜架不住Jack的盛情邀约 就一起去了一间附近比较知名的一家PUB 据说在这里可以看到还蛮多有趣的名人的 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些熟人哦 哦 我们的史东旭也在这儿 啊 我觉得史东旭是个色配 但是她美其名约是她不确定她的情感状况 我看到了我们周海妹小姐 哎 现在吧台上是有一杯酒水吗 看上去还蛮好喝的 我们现在于安娜的一个顺手牵羊的技巧 已经达到了鲁鬼纯青的地步 我们的安娜正在和史东旭聊天吗 还是在 我们在跟一个不认识的NPC聊天 哎 这一位是 我记得这一位是魔法师哎 我们来跟她多聊一会儿吧 我们想跟魔法师成为朋友 我们的安娜到现在目前为止呢 是没有想过要孩子的这么一个念头 但是我觉得以后的我们安娜 就是把房子买了之后 我们可以和这个法艾罗来发展一下新的恋情 我们现在来吃一下我们的微波速食点心 随身清单里面的东西不能够放的时间太久啊 出了一些水果和蔬菜 否则会坏得很快 已经坏了 啊 既然拿出来了就先尝一口吧 啊 我们未来之心的大学奖学金也没有申请到 啊 不要气馁 我们继续申请 我们现在再跟Jack坐在一起 因为我们现在的余安娜心情有点低落 反正等会儿要跟Jack一起回去嘛 现在她感觉身心疲惫 我们再喝几杯 然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嗯 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现在余安娜的状态 还让我想到就是寄生上流这么一部电影 但是好像我们做的比较光明正大吧 我们上下厕所 然后呢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外出时间 我们下厕所 我们下厕所 我们先睡觉吧 然后睡醒之后呢 我们继续要开始创作我们的小说 我们终于起床了 我们还是感觉到 就是因为之前 睡了过期的食物 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 我们来继续写作 事好语技能写作 继续写模糊不大多 那我们继续再来写 我们创造性小说 写一篇短篇故事吧 写起来比较快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 继续用钱 怎么快怎么来 我们从凌晨写到了清晨 我们还是有点在闹肚子 不过没有关系 模拟小人马 不会怎么样的 这是这家人的厨房 我现在都不敢用厨房了 我怕一用厨房 就是 最后人家的住人会赶我们走 我们写完了一本书了 太棒了 我们继续写 说明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写完一本书 然后再出版 我真希望有人到楼上来烧口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蹭一波食物 我们看一下别人家的邮箱 能不能就是出版我们的书 还是说 就是一定要去自己的那个地段 还真的不行 没有关系 我们先写几本 然后再回去出版 我们来读一点东西吧 就一直写 会很累的 我们也要补充一下 自己的一个 一个写作的一个源泉 好我们的写作水平达到了六级 看来十级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那种等级 我们只要继续写 大概写上七八本吧 就可以达到十级了 嘿我们Jack过来烧烤了 太棒了 我们等会看他什么时候烧烤完 我们就可以来过来拿吃的 他在烧烤什么呀 Oh my god Oh my god 着火了 快来灭火 这种烧烤架真的很容易着火 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们直接来灭火 先打个电话 消防员来的可真慢 每次都是灭完火之后就 就才刚来 要不然就是说 什么下次一定要注意啊 要不然就是连用的都没有拍上那种 我们是救了Jack一命吧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也不会 这么反感我们在他家 就是洗澡啊 吃东西啊 什么的 来我们坐下等吧 这一位是我们的蒙英的partner 他名字叫Peter吗 还是什么 哦来了 我们拿一份 快点 我们拿一份现场吃 然后再拿一份 放入随身清单吧 这样子今天的晚餐 就是也有着落了 其实我们的安娜 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社交的人 我觉得她应该是个哀人 其实有些时候 她还是只会蛮关注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她是那种特别喜欢受人追捧的感觉 但是不一定就是说她是个开朗的人 就是在 调Spectrum的中间啦 并没有特别的开朗 也没有特别内向 我正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要买一个属性 就是金刚膀胀 她这样子一会儿就是要上厕所 一会儿又困啦 一会儿又饿啦 真的非常容易就是影响我们写作和赚钱的这么一个效率 就是看了我们洗澡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 就是在别人没有在关注我们的时候去洗澡 这样子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或者说是在这户人家里面做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解救这户人家的主人与水火之中 这是我们的Caroline 还有她的爸爸 他们好甜啊 这是我们的Lina 我们的Lina就是 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神经痴的感觉 就每次都是大惊小怪的 不过这个小姑娘长得非常的美络天仙 我们来继续写作 随便读一点东西 这样子就是有利于自己的创作的灵感吗 我们旁边做的还是Jack Jack在玩游戏耶 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的安娜吧 到目前为止哦 我们的安娜现在才只有32块钱 我们安娜又写完了一本书 太棒了 我们来鼓励一下 那她现在呢 要去下楼读书吧 就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 就有一点无聊嘛 所以就坐在沙发上读一点书 我们的Lina就坐在安娜的旁边 她一边吃东西 一边就是在陪伴安娜 哎 我们家的猫猫又过来了 他们相处的还真的蛮融洽的 我们的安娜来到了顶楼 她想在顶楼上阅读书籍 换一本书看一下 然后这里的三小只呢 发现床底下应该有怪物 所以才表现到如此的惊慌 不过呢 这都不是什么事儿 我们安娜呢 还是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自己的书 我发现床底下有一些衣服 没有洗的衣服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口袋 也许我们可以翻出点零钱 来 我们来试一下 哇 二十块钱 它蛮多的嘞 哦 我们的门音上楼了 我们的安娜又累了 我觉得她应该就直接睡在小孩子床上吧 因为有些小孩子就不一定睡在楼上 他们会就是直接跟父母一起睡 OK 那我们现在呢 要去继续写作 我们毕竟主要的目标就是 卖书 卖版权 然后赚钱 赚到足够的钱呢 我们要买一栋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 或者说是搭建自己的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们写电子情书 随便写 写给Jack吧 就当作开个玩笑好了 我们现在感到非常的疲倦了 我们现在感到非常的疲倦了 我们要去上厕所 然后就要去睡觉了 他们这家人厕所坏了都不修的吗 啊 我们的门音在画画耶 他这里其实也有一台电脑 我们其实可以在底楼写作的 然后写完了之后就可以就是继续画画 我觉得至少要 嗯 要一百块钱吧 因为大型的画作要一百块钱为基础 买那个画布 嗯 累成狗了 洗脸 刷牙 睡觉 哦 门音在已经截足线灯了 我们要不然就摔到顶楼去吧 哎 这栋房子 这小房子怎么就坏了呢 我们来帮孩子们修理一下吧 反正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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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安娜要去睡觉了 然后呢 我们的卡洛琳 为什么没有睡在被子里面呢 哎 这个小家伙就 一个晚上就在看房子 他不睡觉吗 家里的猫也不睡觉 还有我的Lina是 也没有睡嘛 一个晚上 这家人就是 不按常理出牌 我们来快进哦 哎 法埃罗说 庆典T恤超棒的 我们去买一件吧 算了 不去了 对T恤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再加上 我们还要继续写作赚钱 现在我们口袋里面也只有70块钱啊 急死人了 我们的安娜起床了 哎呦 这个 盖被子的动作还挺潇洒的 我们来吃汉堡 我们来吃汉堡 就当做早餐吧 不改变主意了 我想出去逛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宝藏可以挖 然后有什么蔬菜水果可以采摘的 因为一只写作实在是太懵了啦 虽然说赚钱很重要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是无家可贵 但是偶尔我们要去看一下有什么 哦 这是柠檬树哦 被我找到了 被我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 我们可以吃柠檬充鸡吧 虽然有点酸 哦 这是胡萝卜耶 薯葵草也可以吃 哎 挺好的 我们要记住这一块地方 等它们重新再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回来再重新采摘 安娜现在感觉非常的悲伤 是因为她现在缺乏一个社交的互动 是因为人身不太大 。。是你身为人ANG在工程齐 然后可以学习atas 好吧 老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地端 就是可以采摘一些可以吃的 诶 这里好像有树尾草 我们来摘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原本的住房地端 卖给出版商 我们把两本书都给卖给出版商 然后就可以赚取稿费 他应该是每个月还是每个星期都会打稿费给我们吧 我们竟然要裤子了 要去洗澡 我们来设计一下陷阱吧 这样子就可以抓到一点就是可以吃的鱼 其实我一直在想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安娜变成人鱼 这样子就不一定一定要睡在别人床上 就可以在海上睡了 这样就方便很多啊 还好这一户人家的浴室就是在外面的 否则真的是太惨了 哦 这里 我们来拿一份 我们现在要拿点东西就好了 然后可能就要再去睡一会儿了 然后可能就要再去睡一会儿了 来吧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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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小的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那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安娜 哦 我们的版税终于进账了 Big Relief 兰花恰恰 我们不去了吧 我们在睡觉 那就是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重复性的动作 那就是要去赚钱嘛 那我们赚钱的方式也是 蛮唯一的 因为我到现在并没有去购买所有的资料片和DLC 那在以后的一些视频当中呢 就是我会去创造其他的一些系列 那么就是更加的具有娱乐性吧 OK 我们的安娜现在睡醒了 在和我们的夏莉莉亚交流 因为之前夏莉莉亚对我们的安娜 还是颇有微词 因为毕竟我们安娜 自说自话在他们家 就是在冰箱里面拿吃的 然后还用了微波炉什么的 那现在我们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呢 我们其实安娜是一定要 这本书是 日暮大道 这是一本剧本 OK 就像我之前说的 名字不重要 我们一直穿这件衣服 要不然就换一套衣服穿吧 这也是 有稳暮大道 我现在不想让它潮到 都不想让它潮到 一楼 爱 一楼 有 一楼 一楼 在 这 说 我们的写作 达到了7集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又很快的 就要写完一本书了 我们的写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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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